大家好,今天来做一个家庭版秘制烤鱼 香辣过瘾,味道一点不熟外面卖的 处理干净的草鱼,加了葱姜料酒,白胡椒粉和盐涂抹均匀 再腌制半个小时,这样鱼会更入味 今天买的这条草鱼比较大,有三斤多了 所以要用一个大锅来做 这款就是火爆前往的泰国超大多功能料理锅 锅个儿的一圈是采用厚制硅胶密封圈 密封性能特别的好 这个是深锅,锅的材质都特别厚重 而且涂层是进口涂层,不粘,容易清洗 浅锅的中间是快速加热区,两边是保温区 两个锅的加热速度都特别快,而且蓄热持久 底部的加热盘上有两个旋转按钮 中间是大彩平菜单 可以调节时间,温度,功率和功能等 显示清晰,操作简单 来把鱼煎一下,先刷上一层使用油 再把鱼放上去 鱼要提前用厨房纸巾 擦干水分 一面煎好之后,翻另一面 煎好之后,端下来 再把生锅放上去 锅的两端配有防烫把烧 这样在换锅的时候也不会烫熟 倒入稍微多一点的使用油 加入葱姜蒜炒香 加入一大勺豆瓣酱 一块火锅底料炒至融化 再加入稍微多一点的开水 再来调一下味儿 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盐 白胡椒粉,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配菜放进去煮熟 太过多功能料理锅,采用的是IH加热方式 火力猛,加热速度更快 配菜煮好之后,再把鱼放进去 煮大概两分钟左右 放上干辣椒,花椒 口味重的可以多放一点 再浇上热油 放入适量的花生米 撒上白芝麻和香菜 这样我们的秘制版家庭烤鱼就做好了 烤鱼自己在家做的话 干净卫生还实惠 味道一点也不差 想吃吗,赶紧做起来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